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要专门做一个节目 回应群里面的一个朋友 对我提的问题 我就不说这是谁了 省得透露别人的隐私 但是问题每个人都可能差不多 我说一下 他说早安安民 你可以叫我一个什么名字 一直有关注你的动态 不仅仅因为某些观念的契合 还有就是关于你在美国装修事业的规划 我觉得对于意向 从业者会有一些借鉴和启发 想请你抽空帮我分析一下 我的情况先歇过了 我在国内通过一个基督教大姐的引荐 认识了大华府地区的一个装修大哥 今年已经78岁 已在美国30年做装修 我们2019年年底开始正式的沟通联系 他起初和我聊 他想找个徒弟来带自己年龄大了 不想自己的手艺没有继承 我们聊得其实蛮好 他替我规划过 想要我最 想要我最终做建商builder之类 包括刚一去薪水不高 十心几十刀这些 这些话也都说在了前面 我知道作为老板画饼 或者说描绘蓝图也是尝试 但是具体到这个装修行业 你认为是否值得从小工作起 深耕几年最终事业化 而且并非每个事业化的理想都可以落地实现 可能每个人的状态和想法不同 我从你的节目中感受到 你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或者说坚持 但是初期来说 薪水确实一般 相较于其他辛苦 但是高薪的行业 而且我一去的话 就是要带着老婆孩子 牵扯到孩子读书 孩子一旦入学 我可能很大程度上就不会乱跑城市了 都说加州是华人的大本营 但是如果我选择跟着他 那我就要去大华府地区 那边华人就比较少 我年龄不小了 自己折腾倒也是无妨 就是怕折腾老婆孩子 所以我一直在跟这位大哥 隔三差五的聊天 但同时我内心也在打鼓 权衡之间 有些犹豫不决 基于你已经在这个行业 接近了一年的经历 请帮我分析一下 一 这种装修老板的规划 有几分诚意呢 是否是常见的 单纯的为了留住而承诺 二 就我前面所说的个人情况而言 我该不该跟着一个年循 年近八旬的老人 从事这个行业呢 三 题外话 如果 庇护面谈不顺利 几个庭上下来耗费 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 这种局面 你是否有设想过呢 如果以上 如果 以及如果连上庭后 最终都没有通过 你会如何做决断呢 我计划一件事的时候 喜欢把最坏的打算 先列出来测试 自己是否可以接受 然后我回了一个 我做个节目解答 提了三个问题 我一一解答吧 第一 他说 这种老板的规划 有几分诚意呢 是否是常见的 单纯的为了留住而承诺呢 你现在问这个问题 有点 早了 任何人 说的任何的承诺 有几分诚意呢 百分之七十八 百分之五十六点二 百分之九十一点二 不好说啊 但是他 他 就像我的老板啊 也一直在跟我说 他除了跟我说 他也在跟别人说 他说的时候 这不是百分百的扯淡 他肯定是有几分诚意在里面 但是这个诚意能否对线取决于 你最终和他的一个契合 到了什么程度 就好像选接班人一样的 在选接班人的时候 历朝历代 以及师父选徒弟接班的时候 历朝历代 所有的例子 你心目中都有一个异象人 但是你最终会不会把东西传给他 取决于他 是不是最终符合你的意思 所以这里有个变量 对不对 很容易理解啊 就好像你有家产 想传给你的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四儿子 你想传给其中某一个人多一点 但是你当初是这么想的 取决于最后 他是否是一直符合你的预期 如果他某一天突然变了 令你失望了 你就改变想法了 是不是 但是当初你的诚意是有的 所以这个取决于两方面 是不是 没有百分百 给不了这个 给不了这个 完全的答复啊 单纯的为了留住而承诺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 他年龄大了 他说这个话 我觉得不会是百分百的 专门为了留人而承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倾向于小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所以这里面的东西不能这样讲 不等说百分百是 百分百不是 这个不理性 这个取决于很多 这里面有很多辩量 它取决于你们两个是否投缘 还是取决于你们两个此刻是否投缘 以及未来是否一直投缘 是不是 第二 就好像毛泽东 他选林彪当继承人 是不是 最后一刻 他不是改变了吗 毛泽东后来又选了这个 选了那个 不都改变了吗 他当初是认真的 后来他觉得又不合适了 第二 就我前面所说的个人情况而言 我该不该跟着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 从事这个行业的该不该 这个东西只能是你自己决定了 因为你跟着一个年长的 这个即将退役的人 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好处是 他会把他的人脉 甚至工具 技术 都给你 可能性存在 因为我这个老板 他就是跟着一个香港人 那个香港人 他直接干退休 不干了 把工具都给了我这个老板 说你干吧 有不懂得 问我 等于是把他的事业 传给了我老板 也把一些业务也给了他 今天我这个老板 也到了快干不动的年龄 他跟我说 那我要 以后把给你的 这工具 这个机械 加了一起 都有几万块钱 给你 跟我说了 那请问 他说这个话是认真的呢 还是开玩笑的呢 有几分认真 也有几分试探 你要这么理解问题才对啊 如果我一直跟老板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一直在帮他 一直在做事情不扯淡 也不离开他 假设 我是说假设啊 一直跟着他退休为止 他又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去传 他就给我了 如果到时候中途蹦住一个人来 比我还好 他说不定就考虑他了 变量是很多的嘛 是不是啊 题外话啊 他说如果庇护面谈不顺利 几个停下来 七七八八 十年 七年 八年 十年 甚至以上 这种局面 你是否设想过呢 这个我在节目里面说到过了啊 安眠觉得 只要我人在美国就行了啊 庇护面谈通过不通过 绿卡有没有 有没有国籍 这个就算是额外的福利 你给我是好事 你不给我 我不觉得有怎么样 所以对我而言 这种局面又怎么样呢 如果连上庭最终都没有通过 你会如何去做决断 做什么决断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决断了 打到最高法院 打上去都通不过 我还是在美国嘛 因为美国不会 不会把一个良民遣返走的 加州不会啊 我只说加州不会 这种案例 极其少见啊 所以 最坏情况不就是打个十年停 什么的 到了最后终局终审 然后不通过 你过不了 其实其实过不了 阿民还有办法 阿民还有办法 你要赖在美国 太容易了 你要赖在美国 太容易了 你把 不想说太多 这个阿民之前在节目里面 就说过 你翻我之前的节目 我的 寒沙摄影的都举过几个例子了 是不是 你还不明白吗 对不对 好了 算是专门做个节目 我去回应了 我想提醒一下 很多人 不要拿固定的思路 看问题 这个是还是不是 那个是对 还是不对 有很多问题 它是变动的 它是 有概率性在里面的 不是说百分百这样 百分百那样 完全是这样 完全不可能 这样看问题是不理性的 而且 即使你这一刻的概率是这样 也是一直在变的 没有用 这一刻的概率 成功的概率是73% 那就一直73% 73%这样吗 不是的 可是时间变化 它可能变成80% 也可能变成50% 你要用一个变量看问题 比较理性 好了 这就是阿明的意见 拜拜